教育法師的經驗 教育法師的信息 教育法師的教育法師 大家好 我是Maggie Stilio的主力人Maggie 然後我從業眉髮大概有26年了 我13歲就從事美髮了 大概是國中的時代 然後就一路以來都沒有換過職業 那我在知名的髮廊從事26年 我希望今年的時候 一個非常好的契機的時候 踏出這一步 我想要打造一個我夢想的髮廊 然後給予顧客非常舒適的環境 每一個客戶在這裡可以非常地放鬆 我希望這個空間是一個很低調 但是又不失一點點小奢華 後來當我看到設計圖的時候 其實我有點嚇到 跟我夢想的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因為不管是顏色、材質、設計 都是非常地完美 我是融幕設計的主理人Leo 我們這次很榮幸能夠承接到美琪姐的 Maggie Studio的髮廊設計的規劃 那我們這次主要的命題是 希望能夠打造一個舒適、溫潤的空間 然後而且是全東區最貼近客戶內心的質感髮廊 那這次Maggie Studio的這個設計發想呢 主要我們是希望能夠藉由意大利的這個手工塗料 然後營造這個空間的氛圍感以及質感 也就是我們在牆面上所呈現的這個機理 那再來搭配上這個圓弧的一個造型 也就是我們天花板還有鏡台的這些圓弧的曲線 能夠讓這個空間呢 看起來更加有包容的氛圍感 那再來我覺得髮廊的空間呢 最重要的就是燈光的這個照度 所以說可以感受到我們這個空間的照度是非常的明亮 但是又不會很刺眼 那這也是我們在這個空間非常強調的一個重點 總結來說呢 我們是希望在這個空間有不同的這個機能的情況下 然後去把這些各個不同的材質以及色調統一 畫板維碱 把髮廊空間當作藝術品般打造 那時候看到這個空間其實真的是就是一個倉庫 整個鋼筋都外露啊 然後整個地板啊牆壁啊 其實是整個空間是不堪使用的 把這個空間從一個非常物況不好的狀況 可以把它打造成這樣子的氛圍感的空間是很得來不易的 這是我非常感謝盧木設計的 一路以來陪著我的夥伴 然後大家期待這個空間期待很久了 我非常讚賞盧木的設計 它釋上了一個氛圍感很好的空間 我覺得這是盧木設計 跟一般的室內設計是真的不一樣的地方 它是這個空間是做出情感的 故事的 然後有串連的 而不是只是一個空間 設計師的使命不只是改變一個空間 更是讓它擁有生命力 在這裡每一抹色彩以及每一條曲線 都是美琪姐實踐夢想的印記 當我在這邊看著這片從無到有的空間 我知道我留在這邊的不只是一件作品 更是孕育夢想的地方 將美琪姐與我們的美學堅持 共同匯聚在這裡 與每一位朋友一起交釋出 屬於顧客與髮型師的溫暖記憶 我應該從這麼小 就決定了我未來要從事的職業了 然後從來沒有惡心過 因為我就非常喜歡它 喜歡到就是你很著迷的 然後我覺得這個職業非常棒 我也找不到更棒的職業了 因為這樣的原因 這契機 然後讓我就是華麗轉身 讓我擁有一家夢想房 其實我是非常感謝的 我如果見到我13歲的我 我可能會跟她說 你好棒 謝謝你 我以美琪姐已經認識超過十餘年 這些年來美琪姐對於美的追求 與努力的身影 一直被我牢牢的烙印在腦海裡 也因此融幕設計 很榮幸能夠參與這一次的設計 希望在未來每一個造訪這裡的客人 都能夠感受到美琪姐與融幕設計 共同為大家準備的舒適空間 有一個屬於自己的舒適愉悅的美好時光 再次恭喜美琪姐 也祝福Maggie Studio 能讓美琪姐的夢想在這裡綻放 化作更多的璀璨成果 跟著我 謝謝你 我的幸福 我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